朱立倫 从头到尾就是个汉奸 他消灭黄埔兴 黄埔兴是所有党部里面 最忠诚 最团结的一个单位 对不对 蛋糕上插着百岁蜡烛 庆祝黄埔建军百年参会 本该是温馨场面 却因为一些发言 有了冲突画面 我建议黄埔兴党部 全部暂时挪到新党 国民党主席朱立倫 财病黄埔兴党部 本该是庆祝大会 秒成了抱怨大会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现场吵成一团 主办人出来灭灭火 今天是激烈黄埔 所以与黄埔 无关的事情 我们今天暂时不要讲 除了有人喊黄埔兴加入新党 也有党员认为 把新党找回国民党 来逼供朱立倫 主张吴承天主席带着 所有新党的党员 在3月第1天 全部加入中共国民党 在明年党主席之间 选出一个真正热爱中华民国 拥护中华民国 守护中华民国的党主席 军系各种反弹声浪 但朱立倫心已恒改革不能停 近期陆续到各地黄复兴支部座谈 判党员谅解 但现在更有媒体报道 开闸黄复兴导致北京对朱立倫不满 认为国民党当权者 有意改变路线 要以实际行动去中化 朱立倫驳斥斥这说法 悬后这改革阵痛期 就看到底是长痛还是短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